记者杰弗瑞在洛杉矶举办了记者会 宣布他将代表60位中国投资人 针对翠供精选SLS主城酒店EB5专案提出告诉 请看报道 律师杰弗瑞在阿尔蒙地市LA大酒店举行记者会 向在场的近10位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 探讨EB5投资项目的风险 并阐述提出诉讼的理由 目前翠供精选SLS独城大酒店即将出售给米瑞诺集团 该出售不仅会造成EB5投资重组 还可能大大削弱投资者从启动资金中 获得收益或其他利润的可能性 这对于EB5项目投资人不仅意味着经济损失 因为大多数EB5项目的投资人 还没有获得在美国生活的永久居民身份 更糟糕的是 很有可能 算是通过该项目获得绿卡的机会 We represent a group of 60EB5 investors that invested money into the SLS Las Vegas hotel project They are part of a group of 798 Chinese investors in thisEB5 project and we filed a lawsuit related to the project and the claims involve fraud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and we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is EB5 project so that our members and our clients have information to vote and to make decisions related to the proposed sale of the hotel to a new group that is to be completed sometime next year 当天有近10名投资者出现在会议现场 虽然不愿意接受访问 但却表现了担忧 他们投资了50万 就这样凭空没了 语心不刚 这次代表60个投资人 全部都来自中国 然后代表他们起诉项目各方 他们的起诉他们的有期点 我们告的有Stockbridge SBE Henry Global Evan 我们希望说 我们通过这个诉讼 为大家争取我们该得的权利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告知 我们他们的财务报表 他们的财务 所有财务的详细的情况 然后能够履行刚刚开始 我们签约人跟他们签约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承诺 然后也通过这次诉讼 希望能够 我们的投资人能够拿到 他们应该属于他们的绿卡 和他们的投资款 环球东方记者 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